据外媒报道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17号表示 伊朗总统鲁哈尼将于12月20号至21号访问日本 据报道 此次访问将是伊朗总统19年来首次访日 菅义伟17号在记者会上宣布 鲁哈尼计划于当地时间19号晚抵达日本 并于20号与日本首相恩贝金森举行会谈 据伊朗国家通讯社16号报道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了伊朗总统鲁哈尼访问日本的重要性 他表示 扩大与日本的关系是鲁哈尼访问东京的主要目标之一 据报道 鲁哈尼特使分管政治事务的外交部副部长阿拉格西 上周访问日本 提议鲁哈尼尽快访日 阿拉格西16号在演讲中称 尽管美国正在以极限施压的方式对伊朗进行制裁 但他坚信 伊朗与日本构筑的牢固的双边关系 将帮助伊朗克服压力以及一些暂时性的问题 阿拉格西在随后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强调 希望重启因美国制裁而暂停的伊日原油贸易 他说 日本一直是伊朗原油的消费国 伊方希望找到妥善方案 以便使日本政府以及企业能重启对伊朗产原油的采购 共同社此前报道 日本所需原油主要依赖进口 因而中东原油航运安全对日方至关重要 安倍试图以外交方式帮助缓和这一地区紧张局势 另外 就日本自卫舰船 你前往中东一事 寻求一方理解 安倍今年6月访问伊朗 成为40年来访问伊朗的首位日本首相 但没有就缓和伊美紧张关系取得突破 有分析称 卢哈尼此次访问日本 不排除通过日本渠道向美方传递缓和关系信号的可能 但鉴于美伊立场对立 美国大选在即等因素 伊朗恐难做出重大妥协 安倍的收获可能十分有限